大家好,我是Gin 今天我们做一个好吃,营养又养眼的早餐 而且一点都不难 我们做一人份的,需要一个鸡蛋 注意是常温的 如果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鸡蛋 那么可以用热水泡一会儿再用,比较好 鸡蛋打散后,倒入70克牛奶 也是常温的牛奶 加入1 2小勺的糖 如果喜欢吃甜的,可以多加一点 然后所有的材料搅拌均匀 然后筛入30克面粉 最好用低筋面粉比较好 没有低筋面粉,普通面粉也可以 用打蛋器把所有的材料搅打均匀混合好 准备一个耐高温的碗 然后倒入大约10克的油 也可以用黄油 用刷子把碗的内壁刷一圈 放入烤箱 200度大约烤5-6分钟左右 烤到大约快要冒烟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了 一定要戴上手套哟 趁热把刚才准备好的蛋糊过筛子碗中 过筛是为了防止在搅拌的时候没有搅拌均匀 还留有一定的颗粒 这样做出来的蛋饼就比较细腻好吃 过滤完后马上送入烤箱还是200度 继续烤25分钟左右 最后几分钟蛋糊完全膨胀起来了 这是膨胀过程中的情况 像一个鼓起来的大碗 出炉后会有一些塌陷不要紧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在上面加上你喜欢的所有食材了 我加了一大勺酸奶 你也可以加冰激凌 然后再码上你喜欢的各种水果 比如草莓片 香蕉片 或者是蓝莓什么的 总之你喜欢什么就往进加什么 水果的多少也没有限定 根据你自己的喜好而定 喜欢就多加一些 然后在上面撒上干果 或者是你喜欢的果干 蔓越莓 葡萄干 大杏仁都可以 刚拿出来的盘子很烫 你可以把它转移到另外一个盘子上 这样比较安全 最后如果喜欢 可以在上面撒上一层薄薄的糖粉 撒过糖粉以后就更漂亮了 营养好吃的早餐就做好了 给挑食的孩子做上这么一份早餐 他一定喜欢 当然我们家大孩子也表示很喜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就点击订阅关注我吧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明镜 Hadi 感谢观看